今天在下午接近快三點的時候 雪兔收到這一封簡訊 看到的當下其實我蠻震驚的 一直在思索的 這陣子8月13到9月2號這段期間 我去過了哪些地方 最後得出的結論 我去桃園也就是去星光 還有去一刻 一刻我可能也沒去過幾次 兩到三次吧 再來就是去三井跟便利商店 沒了 沒有去過其他地方了 看到簡訊的那一瞬間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會有驚慌失措的感覺 也呼籲大家說先別太緊張 因為他這一塊呢 是把只要有活動重疊的 他都直接發簡訊 在今天下午有發新聞聲明稿 約莫有 110萬的人有收到這一類的簡訊 全台2300萬人 每23人就差不多有一到兩位 有收到這類的簡訊 你班上的同學可能就有一位 有收到這類似的簡訊 你可以先評估一下自身的健康狀況 是否有符合 COVID-19的那些症狀 如果你覺得疑似有 就去找醫師 來去讓他們評估看看 自己有沒有需要去做篩檢 我在上午的時候 我一開始以為 是自己在9月2號當天 就前天我去看完上氣 就收到自責的簡訊 以為說是 我在電影院那邊 是否有中獎了 所以我有打電話給威秀營成 問他說 你們相關人員有沒有收到 這類型的簡訊 如果有的話 那沒意外應該就是你們那裡 在我看的那一個場次裡面 有一個人是確診者 後面我才完全注意到 他在講說 13到9月2號的期間 所以他的這個範圍拉很大 你不確定到底是在哪一天 你跟確診者有擦肩而過 亦或者是你們待在相同的區域 講相同的區域 未必是指說這個秘密空間 他就在我隔壁旁邊的座位 不是 像雪兔如果是去星光 我掃進去我就掃那個大門嘛 他也有可能也是在星光裡面 只不過是不知道在第七層還是第八層 而那一個同一時間點 雪兔可能在地下室 差別在這邊而已 關於篩檢這一塊呢 我也有打電話給1922 我人生中第一次打1922 竟然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這打電話先去問說 請問篩檢的價格是怎麼去做計算 如果你真的要馬上去做篩檢的話 直接去醫院報急診 然後講說我要去做篩檢 如果是極見的話 約會是5000至7000 倘若是一般篩檢的話 是3500至5000 如果我真的要馬上去篩檢的話 我可能會跑去長根吧 靜下心來 在這段期間 其實我接觸到的人群真的不多 而且我大多數都是騎機車和開車 跟人的接觸也是有保持著 1.5公尺的社交距離 外加上我也很少跟陌生人來去做講話 最多呢 就是待在這個房間裡面了 上述的得病症狀呢 雪兔自身評估是 並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只不過因為它的時間拉到9月2號 就是在9月2號過後 自主健康管理大概14天 也自主隔離一下 比較安全一點 我現在還要再隔離14天嗎 110萬人裡面你是其中之一嗎 而在前幾天才剛爆出 在北科復工裡面 醫師的兒子確診 北科復工離桃園火車站多近嗎 我每一次去桃園火車站 我都一定會經過 真的是有點怕怕 也期望這個簡訊呢 也算是個虛擬印象 大家都平安無事 好不容易可以出門了 然後又再次封城 那就真的 難受啊 剛剛忘記提到 關於工費的篩檢補助 我詢問過1922的人員他們講的是 如果是自費篩檢的話 你可以自己來去排門診 或者是去急診 來去自費篩檢 剛剛的價格也說過 然後工費篩檢的話 你是要被醫生評估過後 他覺得你可能被感染 才會有工費的補助 但不知道補助是全額還是怎麼樣 至少剛剛聽到的是 掛號費你還是要自己出就是了 以上呢是 在這一次下午 一收到簡訊 雪兔馬上來去做的一些措施 猜自己應該是沒事 在這幾天 我也還是會自我健康管理 看一下體溫 看一下有沒有相關的症狀出現 如果有的話 我尾兔也一樣會盡速就醫 期望不要發生任何的事情 前陣子才剛調侃完 想說台灣其實這陣子 都沒有爆發什麼 二次的疫情災害啊 結果這個禮拜 二運連連 天佑台灣啊 各位觀眾朋友 雪兔 下支影片見 拜拜